大家好,我是任途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学生只要暗杀老师 就能获得100亿否则不能毕业的故事 三年一班来了一个神秘的班主任,沙老师 这个沙老师长着黄色的脑袋和细长的柔软触角 他声称将月亮炸成了七块 而且要在明年3月毁灭地球 为了阻止沙老师的计划 吴老师为学生准备了特殊的武器 可以一枪打断沙老师的触手 只要干掉沙老师就能获得100亿日元的奖励 在金钱的诱惑下 同学们使用特殊的子弹向沙老师发起进攻 却被沙老师巧妙地化解 这时美女老师小辣椒一个帅气的动作登场了 小辣椒人狠话不多 拿出加烫灵武器就是干 对着沙老师就是一顿疯狂的扫射 结果没有成功 小辣椒灰头脱脸地走了出来 课堂上 沙老师提问小猪一个问题 小猪走上前 趁其不备掏出小刀刺向了沙老师 可沙老师一点反应都没有 接着小猪又掏出了炸弹 一声巨响过后 沙老师不见了 只见地上留下一层皮 原来是沙老师使用了退皮术 躲在了房顶上 沙老师警告小猪 要珍惜自己的生命 然后 同学们又在篮球下面设置了陷阱 沙老师捡起地上的书 不料中了圈套 被挂在了篮球架上面 沙老师一个闪现夹击肘 一眨眼的功夫 就跑到了房顶上 作为惩罚 沙老师布置的作业比平时多两倍 小帅走上前去和沙老师握手 沙老师的手被划伤 原来小帅在手上安上了刀片 想要干掉沙老师 这天 沙老师来到教室上课 小帅向沙老师挑衅 桌上摆了一条章鱼 沙老师决定要教训他一次 瞬间掏出了一个火箭筒 把章鱼做成了烧烤 不仅塞进了小帅的嘴里 还给他做上了美甲 这样小帅还没面子 沙老师虽然严厉 但是会保护学生 于是小帅想到了一个办法 他主动跳下悬崖 想要趁沙老师救自己的时候 对他开枪 随料沙老师找留了一手 把触手变成了跳跳床 拦住了小帅 然后摸了摸他的脑袋说 老师会保护学生的 看到沙老师怎么杀都杀不死 国防部派出了人工智能炮台机器人 对着沙老师就是一顿疯狂的扫射 同学们一边上课做笔记 一边躲开子弹 一番扫射过后 沙老师却毫发无损 这天 一个染着灰头发的小灰灰 从天而降 原来他是沙老师的亲兄弟 而且小灰灰的脑袋上 长出了细长的触手 兄弟见面分完眼红 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干了起来 小灰灰再一次切断了沙老师的触手 这下子把沙老师惹怒了 使出了大绝招 小灰灰的触手 因为触碰到匕首失去了能量 为了给同学传授知识 沙老师通知学生周末补课 然后把自己变成了无数个分身 传授学生暗杀自己的办法 化学课上 小美调制了一瓶毒酒 让沙老师喝下 沙老师中毒后 脸色发生了变化 暗杀没有成功 反而提升了老师的战斗力 变成了可以任意穿梭的小飞侠 沙老师鼓励一般同学 拿到第一名 就可以获得一个触手 失去触手 就无法维持分身 还会出现一个小孩的分身 经过大家的努力 全麦的成绩排名第一 终于等到了暗杀大会这一天 同学们把沙老师绑在木桩上 打断了他的触手 根据沙老师怕水的热点 他们又把水洒在了他的身上 同学们拿出手枪 对着沙老师射击 却发生了爆炸 沙老师消失了 地上只剩下一滩热水 原来沙老师变成了一个能量球 能够抵挡任何武器的伤害 但是能量会在24小时后自动瓦解 这时 坏人体育老师赶来 他在水中下了毒 威胁学生把沙老师交出去 为了一亿自圆 小灰灰也加入了体育老师的阵营 小帅和小猪爬上了铁塔 却被小灰灰拦住了去路 关键时刻 天空下起了大雨 小灰灰因为怕水失去了战斗力 最后 小猪用匕首割断了小灰灰的触手 另一边 体育老师抓住女同学吊打起来 然后又把小猪踩在脚下 体育老师一下子把沙老师躲了过来 打开一看却傻了眼 沙老师变成了一个篮球 同学们趁机围了上来 把体育老师胖揍了一顿 最后 国防部抓住了沙老师 对他进行暗杀 然而 学生脸上却没有了喜悦 因为大家已经爱上了沙老师 沙老师被注入神秘屋之后就消失了 就在大家为此悲伤的时候 小猪的背后伸出了一只触手 大家回头一看 沙老师再次出现在面前 故事最后 同学们又重新回到了教室 一边开枪暗杀老师 一边努力学习 沙老师站在窗前 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而他之所以这么做 是为了一个承诺 原来 沙老师喜欢上了三年一班的女老师 女老师临终前 希望沙老师能激发三年一班的进取心 沙老师告诉他们 如果不能杀死自己 就不能毕业 这是一个根据漫画改编的日本电影 虽然沙老师看起来很厉害 但这一切都是为了学生 屏幕前的你有什么好的暗杀计划吗